大家好 我是高仇潮 相信身為香港人 我想怎樣都有搭港鐵 畢竟港鐵方便去不同地方 當然會搭 在港鐵中 經常會有很多奇人意識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 有沒有聽過他們的名字 沒有遇過沒有聽過不要緊 今天來講一下 讓大家了解一下 由於奇人太多的關係 我選一些特別的出來講一下就算了 第一 廖小姐 一個相當白咳的女人 經常在將軍澳那大的港鐵圓線出沒 有時候會在天水圍 屯門那大出沒下 逢是一見到她 都不妨是好東西 她很喜歡廖備士 廖完之後拋到扶手道 這件事都未算是最瘋 她叫廖小姐 不是因為她姓廖 是因為她經常都會在港鐵車廂四圍拋尿 搞到整車都是廖 整陣味 有時未來M都照拋 尿帶血的 真是相當恐怖 所以見到她 不是好惹力 不是開玩笑 明明那天沒下雨 但見到車廂裡面 整地水 濕濕的 相信廖小姐出沒過 小心啦 啊 那要知道誰是廖小姐 其實都不難的 很容易認到她的 一個女人 其裝二服 經常染髮 頭濕濕 敷著臉網 條裙 又或者條褲 禮排濕濕的 就是她來的啦 啊 講開又講 她這樣 都有男朋友的 所以這個世界 有很多東西是猜不到 陳童佳這樣的樣子 猜不到都有女朋友 百級婆這樣的樣子 都有男朋友 正正常常的 隨時單身一世 異性手都未拖過 第二 金鐘爛腳女人 這個女人 不是一直都是在金鐘出沒的 她都是近年不知道什麼風 才吹了她過來金鐘 她之前是旺角站常駐人士來 攔著一隻腳 在旺角站那頭四圍問人拿錢 現在就轉了在金鐘那頭做這樣的事情 這個女人 很恐怖的 腳爛到一個點 好像快來缺血壞死那隻 流著血 有時留著龍 整地都是她那些血水 龍水 嘩 真是不見好過見 一見到 會有很大視覺衝擊在這裡 沒有最核凸 只有更核凸 她有時會撕爛腳的死皮出來 那些死皮是一層層很大塊的那些來 撕完 四圍嗨 還有 間中四處便利 隨三隨腐 進去大家落大快活麥當勞那些連鎖餐廳到吃二手飯 嘻嘻這樣 唉 搞到現在走經金鐘地鐵站那頭 都打醒十二分精神 不敢四處便利 多得她 現在整個金鐘地鐵站那頭 好鬼烏煙瘴氣 好鬼臭 那這個女人的腳為何會爛成這樣呢 是剔東西搞成這樣 她之前在旺角站上駐那期 有人見過她到差不多 會去偏僻位上電隔針 明白什麼事了 這些針隔得多 會有後遺症的 腳就是這樣 然後行為就是奇奇怪怪 白卡這樣 上電上得多 想壞腦 搞壞身體 那這些人都有老公的 老公跟她一樣都是道友來 真是可以說是臭味上頭 所以呢 剔東西真是好害人 搞到生人密近這樣 千萬別事 好了大概就是這樣 港鐵無論是哪個區域 都總會有些奇人在 真是九龍新界都沒得避 因此真是打醒十二分精神 不是好而乃野 這些奇人 執法部門都沒有他們負 白卡在香港 無敵的 這就是香港